各位喜歡蘭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安格斯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 我的YouTube頻道是一個蘭花頻道 我在這邊與你們分享蘭花相關的種植藥領 個人經驗 我學習到的技巧 蘭花欣賞等等等 如果你想要學會怎麼養蘭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並打開通知鈴鐺 這樣每當我上傳新的影片 你就會收到即時的通知 今天的這個影片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這一顆 我非常喜歡的蝴蝶蘭 它的名字叫做甜蜜回憶 Sweet Memory M 那這一個蝴蝶蘭呢 它之所以有名是因為它的味道非常的香 而且有貝莉娜這個原生種 在它的親本裡面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回顧一下 當時這顆蘭花它的一個生長過程 這樣的品項的蘭花我一共有兩顆 那當時呢 2020年的1月底啊 這兩顆蘭花呢 它們都在就是從它既有的花梗 在往前延伸 正在長這段花梗 然後呢 長花苞 這個蘭花它有蓄化性 那如果你是新接觸蘭花的朋友 如果蘭花有蓄化性的話呢 表示說它的這個花梗呢 不會在花凋謝之後呢 就開始枯黃 那它如果呈現綠色的情況呢 你就是繼續保持不要剪它 因為它有可能在下一次開花的週期呢 從它的尖端花梗的尾部呢 繼續往前長 然後繼續的來開花 這顆蘭花呢 它生長的這個速度呢 不算快但也不算慢 但是呢 因為它大部分蝴蝶藍呢 都是在冬天的尾端喔 因為秋冬那個時候的溫度下降 然後開始長花梗 然後一直到開始長花苞到開花 通常都是在春天的時候開花 那等於說在冬天那一段長花苞的這個 成熟花苞的這個期間呢 就比較要特別去注意幾個事項 比如說溫度上面的變化 還有濕度上面 以及就是說你蘭花主人 有沒有常常的把蘭花挪來挪去的 那第四個部分呢 就是蘭花自己本身的健康 剛剛這四個呢 是基本上是造成蘭花花 花苞消苞或掉雷的就是主要原因喔 那當時呢 我這個蘭花它在冬天的時候 就是在長花苞的時候那段期間啊 其實我基本上是沒有去動它的 那因為呢 我已經找到了一個乾濕循環這個水量的一個固定比例呢 所以我每一次啊 我給它的水呢 我不移動它 我就是用個杯子 然後呢 呈接四分之一這樣的水 四分之一杯這樣的水量 我就把它從邊緣倒下去 那因為這顆蘭花呢 它已經有根部 根系是長到這個杯子的底部了 所以我就比較有自信的能夠知道說 這顆蘭花它呢透過在杯底的那些根系 就能夠吸收到水分來補充水分跟營養 那你剛剛可能有注意到這些日期喔 它從一月底再長花梗 然後到長花苞 一直到了三月底 它才打開了第一朵花 所以呢 前後是兩個月的時間 所以時間算是不短 但也不長 我有曾經一些蘭花是一個月內就長花梗到開花 那我也有蘭花 比如說像石塔基也是比較慢一點的蘭花 它要三個月 那這一顆大概就是在居中喔 在兩個月左右的時間能夠完成它花苞的成熟到開花 所以說在這兩個月的時間呢 你就是要去注意剛剛所說的這四項 特別是環境上的這些因素的變化 都很有可能會影響到蘭花花苞的一個生長的好壞 那這顆蘭花呢 因為它有貝利娜在它的清本裡面呢 所以是相當相當的甜美的味道 非常的香 而且它的香啊 你不需要接近你就聞得到 所以呢 每次當這兩顆蘭花在開花的時候呢 都是我非常開心的季節 特別是因為它顏色也很討喜喔 就是它有這樣子的一個桃紅色的顏色分布 然後有著淡黃色的邊框 那它呢 左下跟右下兩片花瓣呢 也有著貝利娜非常非常明顯的特徵 就是它的這個顏色呢 會是非常一半的是桃紅 那另外一半就是 就是漸層的黃色 這種蘭花呢 在美國也算不容易找 你要跟特定的蘭園去詢問訂購才會找得到 這個基本上在超市呢 是不可能會看到的 因為它是比較屬於一款 呃就是 比較是奇珍型的蘭花喔 那它的價格也不便宜 當時呢 它一顆 要價是50塊美金 甚至我還看過有人賣75塊美金的 那50塊相當於台幣大概就是1500 1600左右一顆 那當時呢 因為我看到這個蘭花它的一個賣家的評價 還有它的這個照片上感覺起來的健康狀況呢 我一次就購買了兩顆 那我個人的習慣是 如果經濟許可的情況下 遇到比較不容易找到的蘭花 呃我會建議一次買兩顆 因為呢 如果其中一顆不小心出現問題的話呢 你還有另外一顆 那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呢 你可以發揮 就是實驗精神 呃一顆用一種方式種植 那另外一顆可以用別的方式種植 你就可以來比較看看這兩顆 它們的一個生長的 呃 就說不同點跟相同點 當然啦 如果是貴的蘭花 比較難找的蘭花 還是保守比較安全 保守期間比較安全 不要發揮太大的研究精神 那這邊影片裡面呢 你看到它甚至有一條根系都長到排水孔的外面 但是呢 那條根系出乎我的意料完全還是繼續生長 完全沒有死掉 那它背底呢 你剛剛也有看到是有根系的 所以呢 這顆蘭花對我來說在於 定量給水這樣的操作方式上面呢 呃是節省掉很多的時間很多的猜測 也節省掉很多就是不必要浪費的水量 因為如果當水過多的時候呢 你還是會斟酌要把水再倒出來 所以其實呃已經被一顆蘭花用過的水 我是不再回收利用的 所以這個是呃避免交叉感染的可能性 比如說你一顆蘭花先用了 這個水已經先給一顆蘭花用了 那那顆蘭花如果它本身有一些病蟲害 或是有一些呃病毒啊等等等等的 如果你再給另外一顆蘭花用的話呢 就有可能會交叉感染 那接下來的部分呢 是這次影片的一個加碼片段 那這一個影片呢 是它這一顆蘭花的上一個週期 也就是2019年 它的一個開花的一個短片紀錄喔 去年2019年呢 它那個時候是兩個花梗三朵花 那其中的老花梗呢 去年只有開一朵花開完之後呢 那個老花梗它就自己枯黃掉了 那今年開的兩朵花呢 是從去年的新花梗 也就是今年的老花梗 在延伸出來長的兩朵花 所以這顆蘭花有續花性 那有時候它單一花梗 有時候呢 它就是兩個花梗不一定 那以前我覺得光線比較好 所以它兩個花梗 也許是這樣的原因 那今年呢 我會再把它挪到更明亮的地方 看一看呢 是不是有可能再刺激它 多找另外一個花梗出來 以上就是今天為您帶來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幫我在影片的下面點個讚 如果你要繼續與我一起學習怎麼養藍 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並打開通知鈴鐺 謝謝你的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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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